7月1日 李志廷现身广州出席某品牌见面会 当天他一身蓝色西装搭配白衬衣 现身广州白云万达广场 帅气十足 秉得粉丝频频尖叫 现场的他也是好可爱 好搞笑呢 这次活动主题是察觉不一样 那么李志廷在生活中 是不是也慢慢发觉察觉了有些不同呢 其实我是一直很求不平凡的一个人 所以可能才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工作 对 因为这个工作是让我可以察觉很多不同的人生 去感受很多不同的生活 所以我还是多得有观众朋友们的支持 非常感恩可以当演员 非常歌手 去不停地去察觉不同 察觉不平凡 最近明星旅行体验综艺节目 旅途的花样正在热播 不知道李志廷对于这一次回归真人秀感觉怎么样呢 李志廷也表示从花样姐姐到旅途的花样 虽然改了名字 但是本质没有变 初心没有变 感觉好像回对一个大家庭一样 然后节目的整个形式虽然改了名字 都是个女生 其实很像我们第一轮级年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是整个好旅途的花样也是反映了这个 就是全面升级 但是地基初心都是没有变 本质没有变 只是希望升级 可能这一次旅途的花样也是一样 跟上两季 其实它里面核心的价值都是一样的 但是希望升级 这次是我们的会计数是什么样的 我帮助于这些人是什么样的 但却是我们的帮助